大家好,现在呢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早上八点刚起床 然后呢,我决定给大家录一期视频 然后呢,这个视频呢,也就是我自己跟大家讲一下 我对练习头篮的一些心得 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 我近期,还有就是我以往是怎么练头篮的 投篮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去练习 我觉得你要做的就是每天投进一定一定的数量 不管你是什么姿势,你是推的投也好 还是球从这边这边这边,还是你懂得,还是这边投 我觉得包括你的这个压弯是几只手指头拨球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我觉得任何姿势 听懂,听好了 任何姿势你付出一定一定一定量的次数训练以后 都可以达到非常准的这么一个高度 那么呢,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跟我以前 那个前不久 发的那个运球视频一样 多练,多练,多练 那么呢,我今天给出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两天在练的一个训练方式 我也是,我以前有练过 那就是每天去球场 然后呢,在空无地人的时候 我要求自己每天投进两百个球 那么这个训练方法呢,也不是非常累 然后呢 但是呢,它效果非常好 这两百个球呢 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先从比较近的距离去热身 然后呢,逐渐的 你从近距离变成中近距离 然后变成中距离 然后呢,就一直投 投进两百个为止 如果你觉得中近距离变得越来越简单 你想挑战自己 你可以把中距离变成中远距离 或者三分线 如果你觉得三分线太简单 你可以把它调整 NBA三分线 但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设定啊,调整 但是总之就是进两百个球 你可以任何距离 任何位置都可以 每天进两百个球 两百个投篮 最好在中近距离开外 你可以近距离热身 大致大家懂得 我呢,是每天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近距离,很近距离热身 大概投二十个或者三十个 然后呢,变成中近距离 然后呢,变成中投 然后大家有投进一百个左右的时候 一开始投三分 投三分,三分投到一百三十一百四十一百五十左右 如果我还有体力的话 我会继续投三分 如果我觉得有些累的话 我会最后用罚球 最后五十个罚球结束 两百个进球并不是很累 其实对于稍微练过球人 这两百进球其实就大概四十分钟内啊 三十分,甚至三十分钟内四十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内就解决了 而且也不是那种就是大强度 不是让你那种就是投一个球 然后跑一个车弯跑 不一样,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对手感的一个练习 但是如果你每天能坚持下来 这两百个球每天啊 价值会非常非常大 我最近这个头脑也是变得比以前准 那么呢,稍微呢,我可以说一下 以前我是怎么练的 以前呢,就是 我有时候我一天进一百个,一天进两百个 新手可以就一天进从一百个或者五十个开始 我以前呢,就是我练的最多的时候 我每天是进四百个的 可能四百个就非常非常多了 而且我会不只是中进的距离 还有就是可能三分啊 或者比赛动作 一次运球 起镜跳投 试探步 投篮这些 每天进四百个 所以你可以看出到这个练的量和你这个水平的高度是成正比的 那么有些人会说什么投篮天赋呀 但是天赋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能让人迷惑很多人的 因为有些事情你不试一试 你不去练一下 你不去开发一下自己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天赋 你自己所谓的上限在哪里 你从来不试一试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强 然后呢,顺便再说一句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百个头啊 这个方法 这不是我的训练计划里面的内容 训练机会包括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运球或者强度更高的运球做动作 然后再投篮或者你懂得 然后呢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能做反映一下 这个你们去做这两百个进球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希望各位能在评论底下 能问出一些更多的问题 以及那个希望大家能够加我的新号 我老号加满了 所以我现在弄了一个新微信号 来购买我的篮球训练计划 感谢各位 下期再见